针对科技巨头Google的反竞争垄断诉讼 加州司法部长今天宣布 Google和美国50个州达成和解 同意支付7亿美元 并放宽Google Play应用程式的竞争条款 汪绕权报道 加州司法部长Robonta在记者会上表示 Google使用反竞争策略来阻止竞争 使得应用程式开发者被无选择 只能通过Google Play应用商店来获得用户 Google has been limiting user options They've inflated prices for in-app purchases by requiring consumers to pay third-party developers not directly but through Google which takes a large commission 30% generally Google created an unfair marketplace designed to funnel profits back to the company at the expense of consumers 包塔说这次的和解不分党派 包括全美50个州 首都华盛顿以及另外两个领地 影响深远 根据和解协议Google将设立一个6亿3千万元的共同基金 以赔偿在Google Play应用商店消费时支付过高价格的消费者 时间是2016年8月到2023年9月 此外Google还设立一个7千万元的基金来应对各州的索赔 这笔钱将分配给全美各州 由各州司法部门自行分配 受影响且符合资格的用户无需填写表格 但会收到自动付款 另外如果您订阅Apple的服务 包括Apple Music和Apple TV Plus 可能有资格获得250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和解金 该诉讼称 数百万用户被欺骗透过第三方应用程式购买订阅 如果订阅者在美国与至少其他成员有家庭共享计划 并且在2015年6月21号到2019年1月30号期间 购买了第三方应用程式的订阅 就被视为符合资格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